一千斤四川红油长练出来的 今天我在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第一步 二斤条和炒天椒 按三笔齐的比例调好的海椒面 下去 再来一盆 开机 然后这边是真正的四川菜籽油 现在我们是烧到了八层油温 等它微微降到温之后 马上要淋下去 秤斗现在有温度 花椒面要下去 这样子才能把花椒面的味道给它激发出来 这个是我们用的海椒花椒面 这个是细的二斤条 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的油还没有下碗 等到锅里面的油降到120度左右的时候 我们再往里头加 不要炒起 现在还装不成为啥子 真正好的四川红油 还要焖它一碗上 它才香味才出来的到 来 油温和湿了 继续往里倒 油倒完了以后 这个红油我们还不会装品 为啥子 现在它的香味随时偷香 还没有辣椒的香味 它的辣味还没有完全融合到油里头去 等会我们要盖上盖子 让油和辣椒面在这个容器里头 浸至一碗上 让它们慢慢的融合 这样子香味才更醇和辣味也才处得来 这个红油其实没有这个绝窍 最简单的就是原材料要好 油温相对控制合适 那就对了 这个我们用的这个红油 就是传统的四川二斤条海椒 炒铁条 然后用四川的这个菜籽变出来的 真正好的四川红油 传统四川红油 有几样东西是不需要加的 第一个就是香精 第二个就是色素 第三个就是各种辣椒精那些 因为只要你原材料用的好 它这些味道 都是在海椒里面自然就会出来的 每次的红油 都是我手朵弄出来的 这个一千斤 明天我们就要拿来灌装了 有人说你那么麻烦盖子 还藏得住了就要的了嘛 为啥子 是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不放心 第二个呢 就是我要对得起 我粉丝给我的新人物价十个字 只有这个样子做 当你打开我们这瓶红油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吃多一口 地道的四川味道 八不八十一百 高下你就晓得了是